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耶利米和另外一位君王 这位君王是西底嘉 这位君王也很特别 在他接这个位子的前一任 其实是他的侄儿 而那个时候 国家被巴比伦给俘虏了 他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 而他才有一个机会可以接任这个王位 但是看起来好像 哇 他接任王位 可是这个王位一开始就知道非常不好做 这一点都不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 哇 做国王耶 他其实是非常煎熬的 为什么呢 我读给你听圣经上这样讲说 他接这个位子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利沙 在犹大帝所立的王 巴比伦是当时他们的敌人 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 其实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国家 他们已经被一次两次被俘虏 俘虏之后 在原来的耶路撒冷 由那个俘虏他们的那个敌国所立的一个王 所以他绝对需要降服在敌国的权势之下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怎么做王呢 他一定很困难嘛 他一定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 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 到底是福还是或常常是一念之间 是一个眼光 那个眼光是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接王位 或是 哇 我现在有一个机会 还有一线希望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也许可以翻转 到底是 也许可以翻转 还是我倒霉极了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人的生命当中 常常都经历这样的事情 也许我们经历一些很特别的境遇 这些境遇临到我们的身上 你可能会觉得 哇 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 或者是 其实 我有一些特别的机会 我听过人家这样讲 一个人的环境非常不好 很穷困 他手放在口袋里面拿出来 发现说 我拿到一块钱 其实你可以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是说 我只剩下一块钱了 我要怎么过日子 或者是 我以为我没有钱了 其实我还有一块钱 我只剩下一块钱 还是原来我还有一块钱 都是一块钱 但是 在我们怎么看这件事 也许你也正在面对 生命当中的一个 又大又难的事 然后今天 你可能发现说 哎 怎么在这个时刻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发生临到你的身上 接下来是一个关键 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呢 是 哇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只剩下一块钱 或是 哇 我还有一线生机 因为 我还有一块钱 我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个 属天的眼光 来看发生在你身上的 每一件事 祝福你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 发生在你身上的 每一件事情 给你身上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